虽然美国流行乐团天王迈克尔杰克逊离世 至今已有8年 但最近有粉丝怀疑MJ其实仍在世 并一荣出席侄子的婚礼 迈克尔杰克逊的二哥Jacky的儿子Zagy 今年9月与女友Toyle Pepper 在加州Ncino结婚 出了迈克尔杰克逊的两名子女 Michael及Paris 有粉丝怀疑迈克尔杰克逊 也有一荣出席 粉丝怀疑其中一名站在迈克尔杰克逊 两位子女附近的白人光头戴住 黑色太阳眼镜的男子 正是迈克尔杰克逊 在婚礼中短 那名身形肥胖形迹可疑的男子 正在宾客堆当中看住一对新人起舞 有粉丝就指那名男子与迈克尔杰克逊 在96年音乐断片Ghosts中扮演的一个 白人市长角色造型和很相似 有粉丝更在视频网站上在名为 Michael Jackson Sing Alive 2017的片段 来证明偶像仍在世长达两分钟的片段 于9月底公开后 至今已有41万多点几率 有好多网友看过片段之后 纷纷留言 相信此人正是迈克尔杰克逊 不过也有不少网友提出质疑 而有一名独立调查 迈克尔杰克逊的死多年的男子 Michael Toro Ganon 受访时表示相信那名男子是迈克尔杰克逊 他说在1996年迈克尔杰克逊曾为音乐断片 据报道当时杰克逊已停止了呼吸救护人员 对他进行了心肺复苏数 杰克逊被紧急送往加州大学洛杉矶方校附属一